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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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有最宽的肩膀 扛得住 誓言不改变 哦 哦 体贴的笑脸 又坚强在里面 不犹豫的成全 天佑 也不可 放下来 天佑 戏 圣诞节 别人的圣诞老人 忙着派发礼物 而我的圣诞老人 忙着回收礼物 画店没了 房子没了 就连冬孤也不见了 我们家猫走丢了 然后这上面 有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看到她的话 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 行吗 嗯 来吧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你好 这么找下去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我也是在想不出来 别的办法了 你说今儿圣诞节 能不能圣诞老人 把小洞窝塞到 你们家烟囱里了 你好 我们家的猫走丢了 这上面有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看到她的话 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 行吗 好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喂 小洞姐 哎呀 北潇舞到现在 连个鬼影都没有 她到底还回不回来呀 电话又欠费了 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她呀 跟个猴子似的 玩了也得自然就回来了 啊 你也别担心了 哦 对了 那个啊 听说那个 吴星空要准备举办 一个模特大赛 你让你们家陈田佑 给我内定个季军位 呃 那个我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这还要准备 参加个选秀节目 我回头聊啊 拜拜 那天魏洋送你回去 没怎么着你吧 她是我嫂子 她能把我怎么样啊 吴星 粉饰太平 你说 这冬姑 能不能自己回小鱼山了 老猫都念旧 要不 我陪你回去看看 我自己回去就行 嗯 已经打听到天佑的消息了 她回来了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小鱼山 还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说 其实 江小姐和天佑已经分手了 江生 她的孩子是流产了 对了 你那小伙我怎么样了 唉 别提了 运检出错了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你真去小鱼山了 嗯 那行 待会儿我去接你 嗯 好 嗯 你转告她 我过两天就回她那儿 好啊 爷爷都想你了 对啊 我好像真的很久没有看到 嗯 这边小姐 私人住所 闲任免金 你干嘛 不娶她 为什么要让她怀你的孩子 怀了你的孩子 你还让她留掉 还要让那些宝贝不让她接近 她是江生 那个你答应 可以照应她一生的江生啊 好了 哥 你扭心呢 别说谎了 这件事情跟我哥 有什么关系 爹 你不是说江生是你的命吗 你根本就不配 我告诉你孩子怎么没的 在你生病的那段时间 她每天想着你 吃不好睡不好 整天魂不受赦的 甚至她为了救你 她可以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保得住 都是因为你 最好 谢谢师傅 看来我哥 我哥还是放不下你 还是选择保护你 花店都烧了 房子也退了 你打算去哪儿 说到底你就是个寄生虫 当初靠着我哥住进了小榆山 过着好日子 那个花店的经营 应该也有不少我哥的人 迈去捧场吧 人在谈恋爱你情我愿的 怎么成了寄生虫呢 谈恋爱的时候花钱月下 保证得好好的 分手了就说靠男人 那你们拿女朋友当什么呢 银行啊 需要的时候存进去 不需要了再取出来 程天恩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算计呢 是你们程家 把梁绳从她手里夺走的 对你们来说 少一个亲人算不了什么 还正好少了一个分家产的 可是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儿来说 梁绳就是她的所有 是她的天 如果梁绳在 她就算拼了命也会让她好好读书 让她一时无忧 这些都是你们程家 该替梁绳给她的 还说她是寄生虫 你们要不要脸 现在 现在 就算你们把全世界都给她 也抵不过一个梁绳 还提什么小余山 提什么花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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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把歌的手缠成这样 我还怎么干活啊 你什么都别做 我做就好 这点上 不应该这样又包又馋的吧 你的手要是留疤就不好看了 男的孩子 男的要牵牵牵牵手 你的手才是妈最宝贝的 那你的手就是我最宝贝的 你的手要拿笔写字 要算算数 要给江花浇水 还要给江山梳头 我可得好好照顾他 你真有话说 那当然 还疼吗 不疼 好 好了 好了 江胜啊 你把我手缠成这样 我还怎么吃饭啊 我的耳朵就是你的耳朵 我的手就是你的手 我喂你吃 干吗呀 你手不疼了 你这儿没包紧帮你重新包一下 别别别 再包真的就没法吃饭呢 从小 只要能让江生觉得开心 我就愿意用尽全力 去实现和守护 可如今 我就成了带给他伤害最深的那个人 谢谢 所以说 Spin 优优独播剧場 猪独播剧场 你就可以吃进补 你很考虑 所以我们可以跟你赔 感谢观看 今天晚上圣诞之夜 北小五王者归来晚会现场 就交给我了 北小五来不了了吧 你别忙活了 江神姐 你眼圈怎么都红了 你和北小五感情真深啊 什么理解力啊 IQEQ双下线啊 别瞎猜了 江生 圣诞节我们一起过吧 我正在跟金灵一起呢 就不过去了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还用量生的手机来发短信 这分明就是示威嘛 不跟他一般见识 对 管他呢 谁来打理他呢 就是 太可惜了 圣诞快乐 口是心非 对 虚情假意 小称语接得还挺溜的 那是 我看小称误 你不想起来 你怎么疑习 我记得晓晓说过 她说圣诞夜 晚上要吃平安果 吃了平安果 一想的那个人 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我见过那个晓晓 你也见过小明瓜呀 我 我前几天刚见着她 挺好的 放心 她在那个福利院 大家都对她特别好 那个 这么晚了 小五还没过来 我估计这个平安夜 圣诞节 就得咱们仨一起过了 圣诞快乐 喂 你小五哥回城了 现在人在交警队 你得来接我 交警队 不是 八宝 这半年不见 哥还真挺想你的 你好不好 好 有没有人欺负你 你怎么才回来 这 这好好的 你怎么就能交警队去了 我打算骑驴 上高速 让警察给生之以法了 你 你够时髦的呀 骑着驴去旅行 你这是给驴妈妈做代言呢 多亏是陆大侠处处相救 咱得感谢人家 陆大侠 陆大侠 那 你这驴哪去了 我 那驴呀 拴在那边有碍事容 我去找个厅长给他停一下 这片我熟 好 我带你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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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一会儿吃饭去吧 过个圣诞 我还有点事 就不陪你们了 祝你们圣诞快乐 走了 改天啊 走 咱几个吃去 走吧 那咱们 烤串 走 走 梁生没找到 我就顺路去找小九了 结果也是没消息 以前每年 圣诞节都下雪 今天下雨 不知道 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咱们在一起过圣诞节 好啊 不是 你看我这嘴 我说 不知道 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咱们仨 在这儿过圣诞节 这不是要拆了进大楼了吗 以后啊 连个回忆的地儿都没有了 好 冲天语副跟你一块儿给我生大了 我选择 不肯定了 如果不肯定了 我已经通知他了 他应该正往这赶的 嘿 可小柔坐那儿 这么多好吃的 大蒜 回来了 谢谢 你不知道我最近 这个通告呀 真的多的 我都忙死了 我现在呢 有可小柔这样的助理 就还行 但是还缺个经纪人 江山姐 你那个花店不是没了吗 你帮我当经纪人吧 我 你可歇菜吧 一个吉祥物 有什么可经济的 吃吃吃吃你 过节那个工作的事 赶天再说 喝酒吧 来 我未来的经纪人 我要敬你一杯酒 嗯 嗯 感情山一口闷好 小柔 哎 哎呀 抱歉 没事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少喝点 嗯 嗯 梁生 要结婚 你还不抓你计划计划 啊 计划什么呀 他们俩 都分手了 不知道了 不过成天又回来了 我觉得 说不定还会来找江生的 可是到现在没见他人影 真不知道他脑子里究竟想什么 心灵说的是真的 我找他去 是我不好 是我配不上他 也不能怪你 梁生呢 不闻不问 怎么当哥的 嗯 他就不是哥哥 龚大 真的啊 你再喝一杯 医院都镇定过了 江生和梁生啊 他们没有选你 我知道 你吃个换标阳 喜欢吗 他都哭了 如果你知道评计划 请工作宁计划 就会吧 就会哦 词曲 李宗盛 哦 体贴的笑脸 又坚强在里面 不犹豫的 哎 哥 你干吗 不娶她 为什么要让她怀你的孩子 怀了你的孩子 你还让她留掉 还要让那些宝贝不让她接近 你 她是江山 那个你答应可以照应她一生的掌声啊 真爱 呵护就是承载 手都战斗着 也不可 放下来 我打开 像大海的胸怀 真爱能温柔成 远远关怀 也能够尝达到 无从不尽的的 爱 你也不可 告诉她 我就当她是我哥 又何必告诉他真相 你告诉他 不管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永远都是兄妹 我让你告诉他 别说了 他永远 永远都是我哥哥 江生 你这吃过这么多苦 他不是你哥 你就该告诉他 你们俩掏心掏肺 从来就没有过秘密 你们在这里啊 生到快乐呀 真好 听说你们要结婚了 是啊 虽然是我们定在了四月的第一天 是愚人节 但是我们找大师算过了 那天是黄道吉日 已婚嫁 魏小五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杨树 哎 你看 而且他就连了 我现在都给你了 你给我了 你自己能让你但 没有 我见过他 他還有我這個哥呢 你這次先讓他 跟我一起住吧 如果他真跟你住一塊兒了 那魏央正好找到出擊痛了 怎麼樣 酒醒了沒 開玩笑 你五哥我什麼時候喝多過呀 就是有點頭疼 我正好想起來了 我們雜誌社正在找美術編輯 我覺得你挺合適的 明天正好有面試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我幫你打聲招呼 雷時加個名額唄 金玲 像我這種用靈魂創作的 藝術家理論上講 不太適合上班 另外一個 也沒有另外 哎呀 你先試試看唄 怎麼說這也是你的專業 老本行 我覺得你培訓一下 應該就能上手 跟你說實話吧 我是怕我不著吊慣了 去雜誌時候幹不好 打你的臉 我發現你怎麼流浪一趟回來 變得婆婆媽媽的 怎麼著 騎驢上高速 腦袋被驢踢了 別猶豫了啊 你就先來試試看 怎麼著 你也得給自己的專業 一個交代啊 行 那交 不是 那好 我去啊 明天見啊 別遲到了 九點 拜拜 拜拜 我對你唱歌 你的聲音 你唱歌 你要是再也不出現 以下你所有的肖像 我都給你化成黑白的 你別裝了 愛好 沈馬峰把小程總吹到這兒來了 前兩天我去看馬叔比賽 得知了兩件趣事 一个是江大公子 在做离婚协议 一个是你陆文俊 被停职了 你该不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你在查我 孩子没了 我哥很伤心 我爷爷想抱 重孙的希望也破灭了 外面传言江生流产 是因为忧心良生的病情 可是呢 这白血病 是子虚乌有的对吗 陆医生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谁也管不着 不过你伤害到了程家 这可不行 我今天是来警告你的 别再搞笑动作 如果让我哥知道 这件事情的话 后果你是知道的 挺准时啊 你 你闻我身上有没有酒味 你还没醒酒呢 我没 醒酒了 醒酒了 哥们不是许久没见过这阵仗了 我怕紧张 早上进来我去许了一笑课 行 酒味我没问着 全被你这韭菜味给盖上了 是不是吃韭菜盒子了 你进去之前我跟你交代一下啊 这个阳尘都市杂志呢 关心整个城市的卖步 所以它版面划分为什么美食啊 流行啊 行 行 行 哥们不打没准备的仗 昨天晚上都做好功课了 走着 走 哪儿买的韭菜呀 味儿正正的 看之前的简历 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我们要聘用的是 有工作经验的人 你有什么自信能打动我们 我的真诚 我会真诚地对待我的工作 还有就是我的经历 过去几年里 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不夸张地讲 即便是听一只鸟匠 我都能够判断出 它具体操的是哪里的口音 这是我的作品集 还不错 那你来平息项目的版面吧 太落伍了 太落伍了 是这样 我觉得整份杂志的版面 排得太满 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负担 当然我知道很多杂志 对稿件的内容 是有一定要求的 但这样的话 往往就会忽略掉 一定的视觉感受 我个人觉得版面设计 应该从如何调度空间入手 第一时间抓住读者的眼球 让读者有欲望去看下去 好比说图片 好的图片 他也是会说话的 也就是说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下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说多了也没有用 不是你第一个孩子 孩子是需要缘分的 再说 前三个月本心就不稳定 所以也不能强求 你一个人受了那么多委屈 你可以告诉哥 哥陪着你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面对 我不想让你陪我面对 我只想要你好好的 晓晓 你答应哥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告诉我 你哥帮你撑给你 嗯 所以你面试得怎么样啊 能行吗 就那样了 那他们都问你啥了 问我这么正的 酒在盒子那儿买的 你说正经 无非就是你们单位 面试那套问题 反正我都照实了说的 反正我觉得 他们要是不录用你 就说明他们眼光有问题 对 以我的面试经验来看 他们应该喜欢你这号的 直接 还很冲 那面试结果 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我估计快了 因为现在杂志社也急需用人 如果一旦出结果 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 也麻烦了 你说我也特好奇 我不给你介绍工作 你这之前都去哪儿了 漫无目的 两条腿带着大脑跑 带茶叶了 小五哥 你现在不喝酒了 得喝茶了 你五哥在外头 不光是喝西北风 偶尔也要喝点茶 嗯 喝茶可不像你北小五 能干出来的事 看来是出去一趟 没少受刺激吧 修身养性呗 回头你们杂志社 要是不露去我 我就隐居深山 我种茶去 行 那我也陪着你 到时候就是 你种茶来 用温水吧 早起不能喝容易心慌 我给你尝一下特好吃 你太腻伪人了 真的好吃 那求求求求 你吃一口这个就一口茶 绝了我跟你说 你喜欢吃的蛋糕 你最近还好吧 我 我挺好 你 你 你怎么样 那天 我知道你那天喝多了 没事 你一杯洗的 我喜欢你 我想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